请 启禀王爷 胭脂铺的人说 没见过杜姑娘打扮的人去 退下 是 死丫头 竟然敢跟我耍花眼 困住 困住 公子 真的是你 公子 爽儿终于找到你了 是你 你 你 你怎么来京城了 自从那日与公子一别好 爽儿的三魂七魄 都在公子身上 爽儿一直惦记着公子 查不撕 饭不响 你不再见其他客人 妈妈把我赶了住来 爽儿 我看 爽儿一直都在流浪 走到京城已是身无分文 所以只能在这酒家做工 爽儿四处流浪 身边 你只有这金龙佩伴身 总是再困苦 你从未动过他的年道 只想有一天 能当面见到公子 亲手 将是玉佩封还 真的是苦了你了 爽儿不苦 爽儿今天已经见到了公子 您是达成心愿 爽儿此生无憾了 公子 爽儿就此拜别了 等等 爽儿 方正怎么断了 这怎么办啊 这是好事 记得书上记载 有些地方的人放风筝 专要解断风筝线的 这样呢 风筝就会带着霉运飘远了 情柔 这说明你要开始走运了 可可 遇见你 我就没好用的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的意思是 现在风筝断了 还有什么好玩的 等一下李章过来 自然就有好玩的了 就你会卖棺子 去 表哥 时刻都忘不了你的表妹啊 表哥 这就是你说的好玩的 王爷 杜姑娘刚刚到府上找您 见您不在 便询问我您的去向 我也是没办法 只好告知了您的行踪 请王爷恕罪 罢了 来都来了 李章 你先回去吧 我们去前方狼牙台修整一下 是 你小心点儿行吗 知道这琴有多名贵吗 有多名贵 是吕以琴还是娇尾啊 这么说秦柔姑娘 对古琴有如此的见识 那不妨让我等见识一二 谁规定见过猪跑就要吃猪肉啊 不行就闪一边去 好 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鱼音鸟鸟绕梁三日 几日不见 表妹的秦义又精进了不少啊 大哥 你听得出好坏吗 我是粗人一个 怎么会懂得琴色音律啊 表哥 你上次说要教我那首鼓曲 趁今日雅兴教育我可否 今日高兴就教育你好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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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听 好听 表哥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一起弹奏吗 不如今日我们就试一下合奏一曲如何 还四手连弹 你以为你们是朗朗周杰鲁了 是 别以为皇上赐婚了 你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 我们的感情是你比不了的 表哥现在姑娘也就图个新鲜 就跟这根香蕉一样 不新鲜了 也就只配扔掉 你 也对 也不知道是谁为了图个所谓的新鲜 就把那么多年的青梅竹马给扔掉了 你这青梅竹马到底多无趣啊 你 你 你 我死了你这张嘴 让你逞强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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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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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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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哥 表哥 叶然 为何会失足落水啊 是他 是他推我下去的 我推你 就是你 一见我与表哥有说有笑 却先生不分 就像置我于死地 你 我懒得跟你们解释 想不到你这女人竟然如此歹毒 就像置我于死地 叶青哥哥便为我做主啊 你 好了 叶昊 在 起身回府 是 走吧 啊 表哥 他都吓死我了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 我就知道你对我好 不会让我出事的 啊 那个隐情肉实在太可恶了 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停下 叶然 你等一下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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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啊 回来 去哪儿啊 来 离杜甫还有一段路长 燕燃姑娘开始将衣服披上吧 以免着凉 拿开 本小姐怎么能穿这等粗烈的衣物 都是你个师妹术的小贱人 我指点表哥灌了什么迷魂堂 等我逮到机会 非拔了她的皮 冲不她的筋 小姐身为相国之女 言语却如此粗俗 实在是有伤大雅 你一个粗人 也敢教训本小姐 姨某虽是练补之人 却也随家父学得不少为人处事的道理 你爹也是个粗俗之人 给我爹连踢鞋都不配 你 你竟敢污辱家父 你一个看家狗也敢放肆 你 你 你什么你啊 外天国滚 你给我回来 等我走 是 等我回来 回来 回来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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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住 回来 回来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为什么不送你那个表妹 我知道 你们都觉得我可笑 反正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会信 无所谓 我若是不信你 为何要与你同行呢 你肯定是憋着什么坏 欺负我呢 好为你的表妹报仇 是因为我相信你 你看到那只香蕉皮了 香蕉皮 什么香蕉皮 你 嫣然跌落 我也不好责归她欺骗众人 所以只好让你受委屈了 但我知道 你绝不是那种心肠歹毒之人 喂 冰块脸 我承认 上次你在御花园救我的时候 我心里确实有那么一丢丢的感动 但是只有一丢丢啊 可是 从你今天救表妹的事上看 我仿佛看到你上次救我的样子 神情那么紧张 我觉得 我们两个在你心里没什么区别 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之前 说什么只喜欢我一个人 我是不会相信的 你笑什么 本王以为啊 好端端的就能从狼牙台上 跌落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你 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我之所以冲了出去 是因为 我以为跌落的人是你 明不明白 你总是追问我 为何不放过你 好 我告诉你 我的确是要报仇 你看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事 只是这个仇呢 不是因为你砸伤我 或者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无礼 而是因为你 而是因为你 夺走了本王的初吻 等等我 尹情柔啊尹情柔 你是怎么搞的 你不会真喜欢上那个冰块 脸颊面瘫了吧 不行不行不行 这种想法太恐怖了 我的目的呢 只是为了尽宗祠 对 尽宗祠 尽宗祠 尹情柔尹情柔 你喜欢的应该是独孤猿 那种暖男才对 他才是标准的好男人形象 你要记清楚了 你喜欢的是独孤猿 喜欢的是独孤猿 是独孤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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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他吗 多宫 是你吗 情容 我这么晚来找你 可不是喝茶吃点心的 没事 你干你的 我忙我的 看见你 我就开心 对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只要你需要 我随时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 我想这世界上 还没有你独孤猿去不了的地方吧 不 有一个地方 怕是我无法触及 哪里啊 你心里 你说什么呢 情容 你跟我走吧 走 走去哪里 浪迹天涯 只求与你为伴 你说什么呢 情容 其实我知道 你并不想嫁给谢恩妻 既然这样 你何必委屈自己呢 我不能走 我要是走了 阿广怎么办 仙妻肯定不会放过她的 我们可以一起走 依我的人脉 如果想走的话 多一两个人又起在话下 完了 渡公元是在跟我表白呢 幻作幻日 我肯定美得不得了 万万没有想到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若是不嫁给谢恩妻 我怎么去宗司一探究竟啊 我们回去的关键也许就在哪儿 不行 我得脱 渡公 我不能走 走了仙妻也不会放过你的 为了你 渡公愿以身施法 我暂时不能走 难道你真的就那么想做这个王妃吗 王妃什么的 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 又有漂亮衣服穿 谁不想当呢 你说是吧 原本以为我心目中的尹轻柔姑娘 与旁人不同 看来是我独孤看错人了 既然这样 请灵妻王妃恕罪 打扰了 独孤 我真的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呢 那是什么 我不能说 告辞了 独孤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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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情柔啊 隐情柔 要是宗祠里的东西不能帮你穿越回去 你一定会后悔你现在的决定的 你 一色一身 也不知道杜嫣然回到府中没有 谁 杜姑缘 难道是去找晴柔妹子了 来人 少将军 有何吩咐 派人去看看晴柔妹子有没有事 是 四银号 臭银号 竟然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 气死我了 我与你们无言无仇 你们不要来吃我啊 谁来救救我 救命啊 燕然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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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是我燕然 吓死我了 吃了 吃了 身体员 太远了 太远了 坐下去 水持了 还不好 哈哈 三 二 第一 开始 出发 好 我們是兩家少女的 哈哈 金雅 你開始 來來來 有有有有 我跟他們講 走上腳 走上腳 對對上 來